全台灣全一面倒 就是變成我就是那種 超恐怖的那種 殺人犯的那種感覺 然後那個時候的心就會覺得說 天啊我真的是 之類的 其實就是很傷心 就是叫我 最傷心就是 就我只有那個留言我哭了 那天我就是在吃 在一個餐廳吃壽司 然後喝了兩公升的Sake 哈哈哈哈 這也太多了一些 對兩公升喔 兩公升兩瓶 最後加就是啤酒 就棒 就到那邊就沒記憶了 然後就隨便來了一個建設 然後事情就發生了 因為2012年喝醉Owen獎 40歲的日籍女性Makio 在台灣成了過街老鼠 時隔12年 她也透露真實心境 那我就那個時候就覺得說 就發生這麼大的事情 真的很就是 不 不對 第一個是我真的不對 第二個是覺得說 哇賽 就是全部的人 就是一面倒 全台灣 全一面倒 就是變成我就是那種 超恐怖的那種殺人犯的那種感覺 以前就是那種 好喜歡牛的那種 全部就是哇賽 就是一面倒 然後那個時候的心就會覺得說 天哪我真的是 XXX之類的 發生那個計程車的那個事情 那妳媽媽有沒有罵妳 當然是有罵 就是罵就是說 你看妳喝酒喝醉這樣 這樣搞這麼大的事情 因為媒體會放很大 就是假如說我那一天就是 開記者會或者什麼 要道歉的時候 我只是這樣子 然後戴瞳孔放大眼鏡也被放大 就是說 你看就是不誠懇什麼什麼的 其實我是覺得說 其實我只是想說好好的就是講一下 就是講一下 到最後最後其實 我是很抱歉的其實是 粉絲們啊 就覺得很失望 而且妳就是 出了這件事情 妳還可以笑出 就笑哈哈就是覺得說 一定覺得很有 很不平衡 就是滾啊 滾 滾去日本拍片啊 大家還是會很生氣嘛 那個留言應該幾億 幾億個留言 還是對對我看不完 你知道嗎 那個事情發生了之後 然後我就覺得說 其實就是很傷心 就是叫我滾出去 就是台灣 最傷心就是滾回去 可是我很喜歡台灣 所以我不想要離開台灣 那一個留言 只有那個留言我哭了 就是說 蛤你們都叫我出去台灣 我說我很喜歡台灣啊 我也很喜歡台灣的人 然後想說 叫我走啊 就是離開啊 去死啊幹嘛幹嘛幹嘛 就是都有 然後就想說很難過 對 所以說 蛤我出去就是 一定就是一定會被炸彈啊 然後就是那種的 潑那麼大便啊 對不對 那種一定就是 就是在路上就看到的 應該90%都有罵過我嘛 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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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